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何况人家烈火店现在丝毫无损 更有两位道员竞强者坐镇 也没有主动朝其他人出手 现在若是指责他们 搞不好真要惹得他们赶尽杀绝 这样的蠢事谁都不会干 宗卿忽然扭头 看了一眼站在几十帐外的杨开和康斯然 口中轻移了一声 似乎很意外这两人竟能安然无恙 不过他倒也没有太在意 而是冲烈火店驻人道 仅值一看 进去吧 说话间 带头朝那十币处露出来的入口冲去 一下烈火店的人也紧随其后 不大一会儿功夫 烈火店的人便走了个一干二净 直到这时才有骂骂咧咧的声音传来 但如今那些舞者也只能过过嘴瘾了 身亡惨重之下 谁还有胆子去探索那新人洞府 且不说里面有没有更恐怖的禁止 就说烈火店那些烈火店那些阴损的家伙都不是好惹的 以他们这种状态进了其中绝对是九死一生 所以骂了一阵之后 不少人便立刻飞顿走了 看样子是要找地方疗伤去 杨开与康斯然对视一眼 两人的脸色都难看无比 自然早就知道烈火店的人不会那么好说话 但谁也没想到他们竟会借刀杀人 直接就将潜在的竞争对手给剪除的差不多了 如今外来的舞者当中 还完好无损的也就只有杨开与康斯然两人 贸然进入其中 万一与烈火店的队伍碰到了 下场会是什么 两人都心中有数 就在两人举棋不定的时候 那石壁处裂开的口子内 竟传来轰隆隆的声响 听到声音 两人一惊 抬头望去 只见那口子竟以微妙的速度被关闭 这入口竟无法长时间存在 杨开脸色不禁一变 连忙道 康秀 静还是不静 康斯然脸色一阵变换 心中也是愁愁不已 眼看着那洞口 就要彻底关闭了 这才一咬牙道 杨兄 你一切回去吧 我独自进去 他显然是不想把杨开给拖累了 花落身形一晃 便直接朝石壁处飞了过去 片刻后 他闪身进了原顶山内部 回头望去的时候 那洞口赫然已经关闭 似有察觉本 康斯然一扭头 正见到杨开笑盈盈地望着自己 他竟没有发现杨开到底是什么时候跟着自己一起进来的 不禁大惊道 杨小 你 有话等会儿再说 先解决了眼前的麻烦吧 杨开呵呵一笑 旋即转过身 凝视着前方 在那前方 有两个虚王三层镜的烈火垫弟子 正冷冷地望着这边 一脸的不善 左边一人身形高大 或许是因为修炼了火系功法的缘故 浑身肌肤通红 连头发都是火红之色 右边一人身形矮碰 挺着个大肚男 一脸笑眯眯的凝视着杨开和康斯然两人 一脸肥肉 小眼睛眯起 眼珠子都看不到了 康斯然见此 眉头不禁皱了皱 自然知道这两人是烈火垫留下来 看守入口的 以防再有人进入此地 想了想 他抱拳道 两位 这是何意 左边那高大的舞者文言 并没有说话 倒是那肥胖舞者一笑道 是何意 你们还不清楚吗 大家都是明白人 废话我就不多说了 如今这入口也已经关闭 看样子 是不会再有其他人进来 两位觉得 是在这里跟我师兄一较长短呢 还是坐下来 大家随便聊聊 打发打发时间 康斯然脸色一变 低喝道 恶下这么说的话 是不准备让我们过去了 肥胖舞者一抱拳道 两位富殿主之令 在下不敢不从 朋友也别让我们为难 好歹咱们刚才也合力 破处禁制 也算有点情犯 兔死狗胖 烈火店玩的好手段啊 康斯然脸色铁青 沉声道 若康毛 执意要从此过呢 矮胖舞者脸色一沉 眯起的小眼睛中 泛起森冷寒光 语气冷森道 若是这样的话 那就羞怪我师兄弟无情了 等一下 就在这一时 杨开忽然伸手喊道 矮胖舞者立刻将目光转向杨开 门以为杨开是想说些什么 可入目所见 却是一道光芒 如雷弦之间朝自己斩来 矮胖舞者脸色一变 想都不想直接深吸一口气 他本就矮胖的身子 忽然变得更加肥胖起来 整个人的体型也暴涨一圈 他一张口 一团烈火从口中喷出 化作一条大龙 迎上了对面袭来的光芒 就在两人动手的同时 康斯然和另外一个高大男子 也反应了过来 康斯然一声不吭 手上忽然寄出了一件 橱状秘宝 原力灌入其中之后 那橱状秘宝 当即化为一道紫色光芒 朝高大男子击射过去 高大男子见子 惊而不慌 手腕一分 就抓住了一柄长刀 口中爆喝道 刀卷将合 长刀斜撩出去 刀芒闪烁间 灼热的力量肆意 脾炼般的流光 朝康斯然的秘宝迎上 轰隆隆 一声巨响传来 四位虚王三层镜 在这狭小的拥道内 蹭促动手 所激发出来的力量 似乎要将整个身体都破开 轰轰的声响传出 烈火殿的红发男子 施展出的刀剂 与康斯然的秘宝 撞击在一起 绽放出右眼的光芒 恐怖至极的能量波动 朝四周蔓延扩散 而与此同时 杨开与那肥胖舞者 也交上了手 杨开的偷袭 虽然来得突然 但肥胖舞者 显然不是一般人 他既然能参与这一次的行动 并且被宗经 可怜玉明留下来 看守洞口 自然是烈火殿的精润 拥有越阶作战的本事 深吸一口气 身体变得更加肥胖之后 他口中吐出一道火龙 喷向前方 让杨开几乎避无可避 火光闪过之后 杨开的身影 似乎被融化开来 逐渐的消失不见 胖舞者眉头不禁一皱 本能地觉得 杨开不应该 这么容易被杀死才对 可放眼望去 却根本看不到杨开的踪迹 这让他心中一个咯噔 不免涌出一丝不好的感觉 就在这一时 一股奇特的力量 忽然自他背后浮现 那力量优异成型 便如一个球龙一般将他笼罩 刹时间 他只觉得身体四周的空间 忽然变得粘稠无比 平白生出了一种 掉进沼泽地里的感觉 而且这种力量 不但影响了他身躯的灵活 甚至还影响到了他体内力量的运转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五炼巅峰 狱长 怎么可能 胖舞者大害惊呼 他也是虚王三层镜级别的舞者 自身狱长已达到了大成之境 对敌之时 狱长自然一直笼罩在身体四周 防备不测 可当敌人的狱长施展出来的时候 他默然感觉到 自身的狱长被彻底压制了下去 同时虚王三曾经 对方的狱长 怎么可能如此恐怖 自己的狱长与他比较起来 简直就如小孩子过家家一般可笑 而且对方这狱长之中 似乎还有一种 不怪至极的力量 那是一种能影响到空间的力量 他大惊失色 一口咬破舌尖 喷出一口精血 同时疯狂大叫一声 拼了命地催动起自己体内的原理 又要摆脱这狱长的束缚和镇压 咔嚓嚓的声音响起 汉舞这浑身骨头都传来摩擦的声音 让人听在耳中 牙酸至极 他背后处 扬开剑子 眼神不经意了 一柄长剑 悠然出现在手上 体内力量 灌入长剑之中 伴随着一声清悦的剑鸣之声 扬开身子 裹在剑光之中 化作一股旋风 剑肩上的光芒闪烁 朝胖舞者的颈波处斩去 显光未至 一股难以言喻的力量 就将胖舞者笼罩在其中 胖舞者的身形不由一颤 一直眯起的小眼睛 陡然间瞪圆了 仿佛白日见鬼一般 一脸的不可思议之刺 光芒闪过 杨开重新出现在胖舞者的面前 一手持剑 轻轻地甩了一下剑刃上的 一滴鹰红血珠 那舞者屹立在原地 正正地望着阳开 喉咙里呵呵有声 似乎是想说些什么 最终却只能憋出两个字来 法则 化落 胖舞者肥胖的身躯 就如被戳破的气球一般 迅速跟柄 而与此同时 他的颈波处 一道血红的痕迹浮现出来 心血骤然如喷泉一般喷出 头颅背着一股冲力顶得飞起 啪的一声 胖舞者的无头尸体 扬面倒下 你竟敢杀我师兄 另一边 那红发舞者剑子 不禁魂飞魄散 大声呼喊起来 相比较自己师兄的死 他更不敢相信 杨开居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得手了 自己师兄是什么实力 他再清楚不过 那可是烈火殿 精英中的精英 怎么可能被一个同为虚王三层镜的家伙 三两下就斩下头颅 他呼喊间 头中酥酥地吸着冷气 只觉得浑身发了 杨开昂起头 冷冷道 杀了又如何 下一个就轮到你了 啊 红发舞者一惊 被害得连连后退 杨开立刻道 杭小 不用手下留情了 话落 杨开已经再次果之见光 朝红发舞者展相 眼见于此 康斯然也是一咬牙 全力催动自己 那密宝的威能 朝红发舞者 夹攻过去 红发舞者 虽然实力并不弱于 那个肥胖的师兄 但杨开与康斯然两人 也不是好惹的 两人联手之下 红发舞者 只有挨打的份 根本没有还击之力 而且 由于帝势的原因 红发舞者 连逃跑都逃不掉 半战查后 红发舞者 也倒在了雪坡之中 直到这时 康斯然才仿佛 像是重新认识 杨开一样 上下打量着他 眼眸里 一片惊奇的光芒 康斯然 虽然与杨开 相识 时间不算短 但这还是头一次 真正意义上的 联手对敌 在此之前 康斯然也不知道 杨开的实力 竟如此彪悍 杨兄手上这长剑 是道远级的秘宝吧 康斯然若有所思地 望着杨开 手上拿着的武器 杨开 咧嘴一笑 点点头道 正是 这长剑 正是之前 寒冷所用的那一柄 寒冷死后 自然就成了杨开的战利品 而杨开本身 虽然没有到道远镜的层次 但在五色宝塔内 洗手炼化了 那么多的残破法则之力 所以也能稍稍调用一些法则之力 服役这柄长剑和空间秘术 斩杀同等级的武者 自然不费 吹灰之力 杨兄竟能调动起法则之力了 看样子距离镜盛 也为期不远啊 让康毛好生羡慕 康四然唏嘘不已 他虽然年纪比杨开大很多 到达虚王三层镜的时间 也比杨开长很多 可至今为止 也摸不到法则的门槛 一直被卡在道远镜之外 此刻两相比较一项 让他又是佩服 又是沮丧 康兄也不用着急 只要在这里找到道远 但还怕无法晋升吗 杨开随口安慰了一句 康四然眼前一亮 很熟到 正是 随后两人将死去的烈火殿的舞者空间戒捡起 一人取了一枚 继续往内探索 公孙木的这处洞府内部 到底是怎么样的 杨开和康四然都没来得及仔细查探 毕竟刚才一进来 就被那胖舞者和红发舞者给堵住了 此刻看去 前方是一条不算宽敞的庸道 庸道四周 也不知道点缀了什么其实 散发着盈盈的光芒 所以并不显昏暗 两人一边小心查探着 一边慢慢地朝前行进 倒也没遇到什么危险 也没有再遇到烈火殿的什么人 前路上倒是有烈火殿舞者走过的痕迹 但却不见踪影 也不知道他们去了何处 约莫一注相后 两人忽然踏走到了一间 宽敞的石室之中 进了石室后 左右观望一想 杨开不禁露出了恶然之色 因为前方已经无去路 石室内的情况也是一目了然 除了许多用石材雕刻的石顶之外 再无他物 那石顶数量不少 粗略艺术最起码有三十之多 更让杨开感到诧异的是 烈火殿的人竟然也不在此地 杨秀 这是什么情况 康斯然一副恶然的模样 杨开摇了摇头 小心翼翼地放出神面 查探了下这件石室 发现并没有危险的痕迹 开口道 这一路走来并无岔路 烈火殿的人绝对应该也到了这里 但如今却不见踪影 难道此地有什么传送法阵 康斯然一听 康斯然一听觉得大有道理 当即开口道 要不要找找 杨开点头道 康兄 我检查这件石室 你看一下那路线图 看能不能找到什么出路来 好 康斯然应了一声 从自己的空间界里 取出一张泛黄的瘦皮纸 皱眉打亮起来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聚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